大家好 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 我是李沐阳 前不久 清华大学迎来了108周年的校庆 但是清华大学却遮挡了这个陈银客撰写的 国学大师王国维的纪念碑 遮挡的原因可能是 碑文中有这么一句 说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 这个跟北京要求的高校岂不讲 是发生冲突的 北京不允许老师在课堂上讨论什么 普世价值 新闻自由 公民社会等等 那也正因为这些 大学教授因言获罪的人士越来越多 我们看到 从华东师大的张雪忠 到北师大史杰鹏 到贵州大学的杨绍正 厦门大学的游胜忠 从北京建工的许传青 中南财经大学的宅居红 到重庆师大的谭松 北京清华大学的许章润 大学教授接二连三的被下课 其中很多人是被学生给告密 因此受到处理 不到六年的时间 有三十多位大学教授先后丢职了 使教师这个已经被称为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 一下变成了当今中国最高危的职业 大学校园告密频发教书将接连被打压 俨然是文革在线 那么北京当局已经大权在握了 为什么他还要打掉教书将的饭碗呢 这个社会还有什么是安全的呢 北京到底他在害怕什么 大家知道 告密文化 这个是中共统治下的一个特色 文革时期最严重 那个时候学生举报老师 孩子举报父母 夫妻之间 同事之间互相举报 毛泽东就为了一己之心大搞渔民政策 把整个社会就变成了一个大监狱一样 人人都是不寒而栗 那个时候 你在自己家里说话都得小心翼翼 害怕隔枪有耳 但是经过几十年了 这个告密封 又在大学校园里登堂入室了 虽然是极少数 但教授被打压 这个是很有寒蝉效应的 其实我们知道学生告密还只是其一 大学里面还有一种组织安排 北京某高校退休的孙教授 他介绍说 大学的每个教室里面都有摄像头 中控室完全能够看到老师讲课的情况 不论那只声音图像都可以录下来 特别是领导安排的那些人 对那些平时讲课不当的出轨的那些重点老师 已经作为重点在盯着了 这就让人想到了 奥维尔笔下那个1984 老大哥在无时无刻在看着每一个人 那中国高校的这个情况 就意味着老大哥已经进入了校园课堂了 老师的一举一动都在老大哥的实现范围当中 人民大学退休教授张明向美国之音表示 说老师遭到告密基本都是恶意的 是当局在纵容鼓励揭发老师 这个课很难讲下去了 张明指出 老师被整肃 使不少大学教授已经心灰意冷 有的甚至萌生了不想干了 这样的想法 说现在就是像文革一样 胡誉也没有用 因为这个问题由来已久 愈演愈烈 现在是最难受的时候 香港进会大学高级讲师吕炳全 他也指出 感言和有良心的老师 受到各种报复 就是文革回潮 他表示说这几年 当局对大陆的学术界 还有其他不同领域 来了一个大清洗 天上的星星数不清 清华园出了个许先生 天下的营生360般 教书酱的生计 咋就这么难 平地里下雨水一处流 心里头有话 你莫开口 北大经济学教授张维迎 前不久写的这个信天游 这么长的绳子 怎么拴不住你的嘴 里面就有这么一段歌词 在许章润被打压以后 他用这种嘲讽的笔法 表达了知识群体 这种唇亡齿寒的愤怒 当局把知名的经济学家 给逼得去写歌词了 把遗留的书生 弄成了民间艺术家 成了北京当局 一个莫大的讽刺 除了张维迎 我们知道还有贺卫芳 这位北大知名教授 现在在家里 每天在练习书法 另外知名的法学博士 于建荣 每天带着狗流浪去画画 传闻是习近平导师的 清华教授孙力平 现在是每天驱车 游行天下 成了摄影师了 自由知识分子被晋升 无法从事他们的学术研究 有的还在敏感时期 被要求离开北京 旅美学者吴作莱认为 这是中国学术界的一大损失 更是北京当局的损失 他认为习近平应该 向这些有智慧的国家精英们 真心求教 听听这些人的真话 听听一流学者的建言献策 听听真诚批评的声音 吴作莱对自由亚洲表示 对学术自由的打压 这是违背常识和法律的 那这样下去 只会增加恐怖气氛 给中国带来动荡 时事评论员蓝树表示 美中贸易冲突等国际问题 和国内的深层隐患 在逐渐显现 中共政权极度不稳 任何风吹草动 都可能造成北京的血压升高 特别是中共逢酒必折腾 今年有不少敏感事件纪念日 中共可能认为 这都是一个个暴点 说白了 北京当局就是怕 这些知识分子的言论 唤醒民众推翻中共暴政 蓝树指出 为了维护政权 中共不许人们有独立思想 所以不断对民众进行洗脑 越是独裁政权 越是濒临崩溃 它就越是加强舆论管控 如果北京当局真的自信 应该包容批判性的观点 让知识分子说话 天塌不下来 好的 感谢您关注新闻看点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